各位周五下午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新闻社 我是帆宇 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开始之前 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 本周发生的重点事件 以及事件背后我们可以抓住到的投资机会 为大家下周的交易做一个布局和参考 好的 本周大事件可是不少 周一的时候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生了火灾 损失惨重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比较让人感到揪心 也聚焦了不少的目光 奔驰女车主终于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不过这件事情拖累了汽车经销商类股 一天之内是暴跌了90亿 国际方面 之前欧盟和美国就波音和空客的补贴问题产生了冲突 威胁要相互加征税收 后来事情是迎来了一个转机 昨天欧盟和美国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 另外苹果和高通就专利纠纷达成了和解 说到这个消息的刺激 高通市值在两天之内是暴涨了 260亿美元 市值大增的还有红海系个股 其中富之康一天收涨28% 数据方面 欧元区的经济数据是持续的出现了一个回暖的情况 CPI预率远高于前值 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数据也是有不错的表现 同样的我国公布的第一季的GDP好业预期 在经济数据有所回暖的情况之下 避险资产快速的跳水黄金表现尤为明显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全球经贸局势以及避险资产黄金 本周的互动话题是您认为近期黄金会持续的下跌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踊跃参加讨论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会挑选出几位观众 和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探讨 好 那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重点行情 国际宏观变转好 刺激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黄金遭遇到砸盘 周二的时候 金价跌幅超过1% 刷新年内低点 周三再度走弱 再次刷新年内低点 则今逃离了黄金 直接是助推了澳元的涨势 另外中国经济数据大范围的回暖 也是大大立好了澳元 综合来看 澳元对美元攀升到近两个月的高位 目前全球贸易局势错综复杂 中美经贸局势 这个中美经贸磋商 预期向好 近来几轮谈判 都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果 有预测认为 你内双方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不过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美国和日本 以及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 每日经贸磋商才开始 第一轮主要侧重于农业和汽车产业 对于美国来说 打开日本的农业市场 并且减少贸易逆差 是在2020年大选之前 为特朗普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之一 由于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 为了解解逆差的问题 美国希望在这个领域做文章 可是日本官员曾经表示 如果美国要求对日本汽车出口设限 日本将不会接受 所以美日首轮谈判未必会很顺畅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 双方都说 这个谈判充满了诚意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日美首轮谈判避开了药品定价 货币操纵这类极具争议的敏感议题 表明双方在最初阶段可能不会谈崩 那接下来双方都会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 下周五的时候 两国领导人可能会举行会晤 在会晤之前 两国将开启第二轮磋商 或许双方可能会取得部分的进展 在5月底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访问日本 见识特朗普可能会就贸易问题向日本施压 所以最近两个月 美日经贸磋商会传出更多的消息 这对避险资产黄金和日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除了关注美日磋商 还得留意一下欧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去年7月 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达成协定 开启经贸谈判 可是欧盟是迟迟采取行动 特朗普被惹急了 于是在这个月再次向欧盟出招 那特朗普究竟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呢 欧盟是否就范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VCR了解一下 欧盟对空客提供补贴 给波音造成严重的损害 为了报复欧盟的补贴行为 4月8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提议对欧盟价值11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 其中包括大型商用飞机和零部件等 矛头直指空客 分析称 这番表态可能加剧欧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欧美贸易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情况果然如此 在4月17号 欧盟开出一份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 威胁对这些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欧盟表示 最终加征商品金额 也将考虑世贸组织就波音补贴的仲裁来决定 这个美国的方法真的是有点效果的 昨天的时候 欧美是进行了一个正式的谈判 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不过大家应该是持续的关注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谈判还没有落成 好的 那当然了 这个欧盟也是有所忌惮的 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特朗普对外国汽车和零部件加征关税的威胁 于是欧盟内部投票决定将会就两个方面进行协商 第一个是降低工业产品关税 第二是更便于企业展示其产品符合欧盟或者是美国标准 欧盟的想法是希望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同时确认农产品不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 但是美国却坚持谈判应该是包括这个领域的 所以说欧美是回到了谈判桌 表明双方都是愿意缓和紧张关系 但是因为谈判内容存在着分歧 所以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不过不论怎么说 这个全球经贸局势正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这使得风险偏好逐步的升温 资金纷纷是涌向风险资产股市 当然美国股市也是涨涨船高 三大股指接近半年以来的高位 美股走向还有其他因素的助攻 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美联储暂停加息 这个不用多说 另外一点就是 美国经济数据没有市场预想的那么糟糕 甚至还有不错的表现 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向好的情况之下 资金涌入风险资产 股市因此是扶摇之上 纳斯达克指数 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登上8000点 标普500指数也是占上半年的高位 恰好当前是美国的企业的财报月 投资者对股市热情也是跟着高涨 全球最大的股票ETF投资者认为 标普还有上市的空间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看涨美股 加拿大最大的银行认为 美股超买现象已经是发生了 有可能在年终的时候达到高峰 在年内晚些时候出现回调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 这个桥水是更加悲观 他警告称 如果上市公司无法维持盈利水平 股价可能会因此大跌40% 同样的摩根士丹利也是认为 美股存在着大跌的风险 这些悲观的种种看法 无法阻止全球经贸局势好转的现实 在风险偏好走强的情况之下 避险资产遭遇到打击 也就是理所应当了 而首当其中的则是黄金 上周四的时候经营价大跌20美元 本周颓势依旧 具体情况可以用我们实验来看的VCR 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 周二黄金大幅下挫 刷新年内低位触及1272.87美元每盎司 日内跌幅达到1% 金融博客林对冲分析称 黄金突然下跌 是因为投资者上市场抛售 价值约15亿美元的黄金期货合约 另外全球最大的黄金ETF持仓量 在周二也跌到了 最近6个月的最低水平 这也是黄金加速下跌的一大因素 除了以上两大因素之外 委内瑞拉周一抛售近九冬黄金储备 也是金价下跌的推手 从2月1346美元每盎司的高点至今 金价已经跌超5% 目前已经跌到了50日均线 和100日均线下方 黄金已经回吐了年内的全部涨幅 当前在年内低位徘徊 那投资者就会疑惑了 金价接下来是继续的下跌 还是触底反弹呢 首先我们从市场的避险角度来看一下 当前全球紧张的经贸局势 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有所缓和 接下来就是谈判桌上的拉锯占了 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进展 这对黄金的压力应该是已经消除 反而是在谈判当中各方矛盾激化 刺激市场的避险情绪 黄金可能会趁机反弹 另外一方面就是全球经济前景 近来中美两国的经济数据表现良好 欧元区经济状况不如人意 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向好的话 将会进一步的消散世界 市场对全球经济下行的担忧 资金将会继续流入风险资产 那么对黄金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反之如果这个全球经济状况是持续低迷 企业财报 企业财报既一过股 是可能会崩盘 黄金将会迎来反弹 而且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渣打银行也是认为 当前是布局黄金的大好时机 该机构指出 美元强势姿态正在消退 而且随着人们对美国以外经济体的新型改善 资金将会从美元转向其他货币 美元的地位有所下滑 黄金则会迎来反击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前资金从避险资产流出 除了流向股市 部分还是进入到了商品货币 例如澳元 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 澳元刷新近两个月的高位 当然澳元走强 还有其他的因素 例如经贸局是一个向好 又比如中国的经济数据向好 而我国第一季的GDP年率录的6.4% 让外界对我国的经济前景预期向好 这可能对澳元有持续的支撑作用 因此各位投资者 可以多留意一下我国的经济数据了 好 又到了周末 在这里给大家对下周重点事件 做了一个前瞻 下周将来大央行和日本央行将迎来利率决一 在全球经济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之下 需要警惕央行下周经济预期 另外要关注英国的财政预算报告 下周五的时候则需要留意到的是 美国公布的第一季度GDP数据 这对美元指数和黄金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具体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大家参考到金石财经日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